大家好,我是老胡,今天在一个微信群里面看了网友转发一段视频 是个主播说当前农村土地耕种的真实面貌 前面正式采访过程那些情况呢都属实,最后结论却是相反而去 我正要对这个相反而去的结论发表看法的时候 碰巧又刷到了温铁军的视频,也谈到了资本下乡的一段 正好温铁军的话就是我要给大家明确的那个结论 看看资本下乡它的真实鬼仙眼在哪里 这两段视频呢只是说明问题没有捧谁算谁的意思 先打个了解一下 你们这些人都不算白的,我们要算公那后高了 你这事物丁算出来来一千二千二百千的,能有个三千四五百块钱的支付呢 就要充分两千来在这支付呢 就是一目的,一目的大数六千多块钱,能出多少 一目的那你现在,一直撤回来,你懂得从来搜回来的话都要是钱吗 出干净来,要出干净来 出干净落是1200块钱 干净现在都不总力了 你们要游转游转游转吗 有点远游转 不然不愿意 个别的原因 实际上我们大概也算为止 游转大概1200块钱对租吧 完全不错1000 1000和您自己种 差不多呀 现在大工游轮你也不是水荡 千百斤就1400块钱 小麦的话1300来劲的话 去年小麦价格高1.5磅多 1.5磅多收入1300两千块钱 这是3300块钱 一亩低收入 成本的话肥料农积人工 人工不算 压打药 基本上是1000块钱多 1000多吧 1000多五度 1000多五度 这种猴落的 你要解释 在营典地里 看到有很多猴落 现在我听说你们这个人体流感 年夜人都觉得睡是大股 我要睡是大股 这肯定不是 这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一个农业农村的 一个时代的变化 农村没有劳动力了 剩下的也就是这些 所谓的老弱病残 更多的随着儿女都去到 城里去定居生活了 所以这也是 这种时代的变化 给我们这些年轻一代的年轻人 能够给他做新农人的机会 对这些人来说 这就是说时代的风口 通过规模化 我们能够创造我们的增量收益 来实现千亩耕种年转百万 第一个视频 那些采访过程 我进行了快进 整体意思就是一个 现在农民种一亩地 一年两料 总产出金额在2500元左右 成本在1500元左右 净利润是1000块钱左右 这个净利润 记者是没有算人工的 农民自己干活 不算自己的人工 人工算的话 只能是亏损 重点是最后的结论 说既然一家就种那么一点地 种了也没啥赚头 千把块钱 不算人工 也就是千把块钱 如果说再把人工算上 就更不划算了 所以很多人并不想种地 这正好给了那些资本下乡 这一个机会 大面积耕种 规模化操作 薄利广收年入百万不是梦 这个结论连跑偏都算不上 而是严重错误 而且还是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资本下乡 寄希望与薄利广收年入百万 这个账就是错的 是不成立的 理由是农民亲自干活 不算自己的人工 净利润就那么点 而资本操作方 是不可能像农民一样 亲自去干活操作的 他必定是带入了 故请工人的方式进行 而人工成本一旦投入 让那条微薄的利润 瞬间可以化为乌有 一定亏死他 这个账是公开的 也是被公认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所见到的 所谓资本下乡 搞粮食种植的 不撞南墙不回头 不见棺测 不掉泪的 最后都撞头了 掉泪了 而你还没见到的 就是因为人家还算精明 那些资本方呢 也懂那个账 他们是不会傻到去投资农业 搞粮食种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一种介于农民单干 与资本投资操作 两种之间的形式 确实可以进行的 做得好的话 也能小赚一点 但也赚不了多少 这种形式就是 韩式亲自干 新农人一次性流转过来 不愿意种地的 左邻右舍的 同村人的土地进行操作 一般的这样的规模 也不会太大 几十亩地上百亩地 也就封顶了 当前这种模式 也只能是在同村内部进行 不是一个村子的 你去流转别人 那个村子的地的话 好像还行不通 就按照刚才那个账的算法 一亩地一年净利润千把块钱 十亩地就是万把块钱 一百亩地 也就是年入十万这个目标 这个数字呢 基本上就封顶了 一个是同村能流转到 你手里的地 差不多也就这样了 到顶了 另一个是一百亩地 你一个人还得亲自干 就算是规模化操作 这个胃口也就到这里了 超过这个面积 你一个人的胃口就撑不住了 就干不过来了 要么就得找一个合伙人 要么就得找自己的家人 也得带入街了 再要么呢 就得雇请人工了 那么年收入就不能算一个人了 就得算人均了 最后还是一个 不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第二个错误是 他以为资本下乡 就冲着薄利广收 这种规模化粮食种植去的 还错误的 以为这样会两全其美 这边呢 不愿意种地 那边又能规模化 而不愿意种地的农民 收到的地租 与自己干活得到的利润 差不多都一样 其实呢 这也是一个错误 其实母产净利润 一千块元左右 这个是货债价实的 全国都差不多 但是地租 在这个视频里边说 也是一千元左右 确实个个例 根本没有代表性 据我所知呢 全国大多数农民 那个农村 那个土地的年租 地租呢 不超过五百块钱 这就差了一半了 就是因为这个一半的差距在 导致很多在家闲着 也是闲着的老人 还是想自己辛苦一点 自己重 多赚一点 是一点的那种心理 普遍存在 提出这些错误以后 资本下乡真实鬼心眼 在哪里 听听温铁军这段话 那才是真相 你知道资本下乡是要占有资源的 谁的资源呢 农民的资源 农民的什么资源呢 生存资源 我们现在有些资本在城市里边过剩了 我们说三大资本都过剩 那现在资本就下乡 干嘛呢 好山好水好地方 变成他开发的资源 而原来生于四长于四的人 叫被迫搬迁 你把这一条山脉 最好的地方 有水的沟 植被茂密 空气非常新鲜 富氧离子非常丰富 把这些地方让出来 交给外部资本 他来开发 那原来生在这 长在这的人怎么办呢 安置到县城 或者安置到乡镇 这些做法 意味着农村中发展 休闲养生旅游等等 这些资源也被外部资本占有了 那本来农民 是因为有这些好的资源 他才能够世代传承他的文化 但当这些资源 完全被占有的时候呢 农民就变成了边缘人 既融入不了城市 又回不了乡村 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上 很大程度上 城市化对于乡土社会的破坏 是远甚于外力的 而我们再看 城市化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城市化不仅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会恶化问题 我们知道很多贫困国家的贫困人口 主要是把农村人口 变成城市人口 这个变化过程中形成的 因为这些人进入不了城市 只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 因此他的所谓贫困 很大程度上是贫民窟造成的 问铁军这段话呢 那才是资本下乡 真正的危害所在 资本是有不断扩散性的 就像它的嗜血性一样的毛病 资本不会安分守己 干什么就待在原地不动 只干那样 只要有利的地方 它就往里钻往里渗 而且一旦不它钻到渗透到 你再想让它爬出来 那你就得付出头破血流的代价 都未必能做到 最后结局会怎么样 农民容不见城市 农村资源还要被占领 最后只能是沦落为 城市与农村之间的 贫民窟地带过火了 因此资本下乡 那可是需要我们带着 十二分的警惕性 去看待这个问题的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 那么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